各位錶迷你們好 又是我No.7 Watch的豬仔 豬仔剛剛送了錶迷出去 我今天想介紹這隻錶 這隻就未介紹過 是今天第四隻的推介 之前如果有深水清的錶迷 記得龍泉洞這個款 其實這隻是Oren Star Diver 1964年第一代的限制版 這隻很特別 亦是很原始的做法 它有復古感 一般的潛水錶都是由深色面為主 即是藍色、黑色、綠色 它用了米白色的錶面 首先這個就突顯了復古感和獨特性 第二就是在啤薩圈上面 這個Diver1964的限制版 就是它用了不鏽鋼圈 因為很多時候錶圈現在都是 陶瓷圈、鋁片圈 即是五顏六色的錶圈 甚至乎這個就用了鋼色 不鏽鋼拉絲花紋的鋼圈 拉近鏡給大家看 這隻1964的Diver伏克 就是一個限制版 全購限量900隻 豬仔剛剛翻了一隻染火 打磨造工非常細緻 非常漂亮 整隻錶都很有高級感 你看到它是放射性紋的米白色錶盤 最重要的是JAPAN 不是JAPAN MOVE 是JAPAN 後面寫著MADE IN JAPAN 等下給大家看 六點位置就是一個ORANCE STAR的LOGO 寫著AUTOMATIC DIVERSE 200 而三點位置就是一個白盤黑字的日力槍 日力槍都非常整潔 非常清晰可以看得到的 你看到它就是做了一個米色的螢光黑道 還有十二點位置一個很簡潔的POWER RESERVE INDIGATOR 這個是一個動力儲能顯示 0到50當然就是50小時的動力儲能 2萬1千6的震頻 我記得之前 介紹過龍泉洞的時候 有錶迷問我有沒有翻到這隻的錶 這次這麼巧翻到一隻 你看到針跟之前龍泉洞的介紹都不同 這個針是硬線條一點的 你看到它做了拉絲不鏽鋼 除了夜螢光的部分 而分針是尖形的 我自己比較喜歡這個BASSEL圈 做了拉絲不鏽鋼 我們先看看夜光 時分針加上黑道上的夜光 加上BASSEL圈上的夜光 都是有夜光色的 互相闊的 圈的都挺漂亮的 讓大家看看 夜光都很強 當然潛水了 夜光一定有回不上下 我們再看看 除了BASSEL圈的正面 做了拉絲不鏽鋼鋼 之外 旁邊的九雅文打磨 朱仔也想給大家欣賞一下 它打磨細節做公道很順滑 除了凸凹之外 其實很順滑 完全不介手 那個BASSEL圈的打磨 高級感就是高級感 完全不同感覺 試一下轉這個圈圈給大家看 非常順滑的 120K 手感很好 有別於一般的紅色 還有一個小小的玻璃 藍寶石玻璃錶面 我今天就不觸摸它 因為我的藍寶石筆在充電 但我之前觸摸過這個鏡頭 其實藍寶石鏡頭是10度的 不再讓你們笑我了 好像醫生一樣 赤心跳 10度的藍寶石玻璃 還有它做了拱身的 扣形的 藍寶石鏡頭很清晰 好 再看看鏡頭的位置 鏡頭的鏡頭 鏡頭的鏡頭很漂亮 你看到它做了拉絲位 它有很多個介面 拉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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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鏡給大家看看這個拉絲造工位 很美 再加上這個圈圈的打磨位 非常順滑 非常美 再看看錶帶 近鏡就是一條很紮實的錶帶 拉絲間拋光 拉絲間拋光 厚身的很紮實的錶帶 錶觀位置做了一個紅色的標誌 光深的拱形 這個不是做雷射 摸起來有點凹凸感 旁邊做了一個九雅紋的打磨 這個F6N47的機芯就是一個動力儲能達到50小時的機芯 向下轉動放開了錶觀 是一個螺旋式鎖的錶觀 配合200滑滑 向上轉動 你可以看到 5、6、7、8、9、10 其實我上9下幾 就去到十幾個小時 現在就去到25小時 其實我短短扭了幾下 說十幾二十下 就去到25小時的動力儲能 你看到電力儲能都是非常敏感的 很敏感的 我自己很喜歡這個機芯 即是比較敏感 它的動力儲能很快就能達到50 power 不論是上發條 或者是靠自動的 都是很敏感的 敏感度很高 另外我挺喜歡它裝工 完全沒有虛偽 完全沒有虛偽 而且那個軸心也比較粗身 好 把這個錶觀拿出來給大家試一下 大家看得到很粗身的 做工不同就真的不同 東方向下轉動 非常非常非常好的手感 很緊緻的 順時針方向教時間 半格是有教日力的 有School downtown 有停秒功能 向上轉動 半格是有教日力的 一格一格跳的 它沒有大聲音 但也是一格一格跳的 按進去之後 向上轉動 鎖上標本 拉遠一點給大家看 看遠鏡 這個錶就是這樣的 錶帶先跟大家講解 很紮實的錶帶 有一個延伸的部分 這裡有一個延伸帶 可以延伸一節 是潛水延伸的部分 另外就是一個Double Lock的錶扣 有一個 錶放在這裡 再按按鈕就打開 這個橋就是做了厚橋的 寫著Stinger Steel厚橋 錶底方面就是做了一個 Orang Star Diver1964 一個螺旋式陷入底蓋 給大家看一下 非常漂亮 我自己覺得這個造工做得很好 你看到它寫著 Orang Star Diver1964 Epson Nimeter Edition 全購限量900隻 Made in Japan 日本製造的Stinger Steel 藍寶石鏡 200Diver 接著就是F6N4的機芯 一個很有質感的底蓋 反過來正面給大家看 這隻錶其實很特別 除了在顏色上面 還有用了不手鋼鋼圈之外 這隻錶很特別的位置就是 它的尺寸 它的尺寸 我想量度給大家看 它的錶身直徑 它的錶身直徑是41 我量度出來是40.8mm的直徑 而厚度 再量度 那些球面玻璃 就是14.5mm的厚度 我想量度給大家看 它的尺寸 雖然是40.8mm的直徑 但是它是40.8mm的直徑 但是因為它的尺寸比較長 所以看上去不會很小 它的尺寸是50mm 我試試帶給大家看 有什麼感覺 它的尺寸很不錯 它是40.8mm的直徑 它的尺寸比較長 所以它的尺寸很適合 亞洲人的設計 它很適合亞洲人的手 因為它的尺寸比較長 這裡比較短 譬如很多時候50個甩就去到這裡去到44 4445434343.8 但這個只有41點多 40點多 41微度 但甩就去到50 所以這隻錶不會很瓦炸 好了來個近鏡給大家看看質感 非常好的手感戴上手 好 豬仔推介多少錢 這隻錶定價是9000 我完全忘記了 9000多元 豬仔推介多少錢呢 5780 非常非常超值的價錢 5780 如果有興趣的錶迷就不要錯過豬仔推介 豬仔只有一隻現貨 全球限量900隻 如果有興趣的話 就可以WhatsApp給豬仔 打給豬仔 告訴我你喜歡這隻手錶 想在佐敦還是麗子郭 是一隻oran star的款式 非常漂亮的 我自己覺得這隻錶 其實我自己也有點心動 這隻錶 不過實在太多了 我已經 所以這期的選擇就留給錶迷 5780元 越看越喜歡的 好 喜歡這條影片的錶迷就記得給個like豬仔 如果喜歡這隻錶 可以在手錶概括內容下方按更多 有豬仔的WhatsApp電話 WhatsApp給豬仔也可以 打給豬仔也可以 告訴你喜歡這手錶 好不好 好 最後給近鏡大家看 希望你喜歡豬仔的oran star diver1964的limited edition的推介 好 我們下集見 記得我是豬仔 拜拜